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是韩媒 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是2019年2月4日星期一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三十二 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我在此呢 预祝全球的华人春节快乐 今天呢 我这个视频想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委内瑞拉 最近呢 老有人给我推荐一个节目来看 是关于委内瑞拉的 然后这个节目呢 我在此呢 不想重复 因为我认为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他的观点跟我的观点正好是背道而驰的 他认为呢 美国现在支持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袖 是极其错误的 而俄罗斯支持马都拉是正确的 他认为如果说把马都拉赶下台 然后呢 这个反对派领袖成为真正的总统之后呢 委内瑞拉会进入内战的时期 那样的话 人民就失去了他们的美好生活 我觉得这位主持人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委内瑞拉人民现在有好生活吗 我跟大家说一下 委内瑞拉它的国土面积是 91.6万平方公里 我们中国的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国土面积呢 是委内瑞拉的9.6倍 就是说委内瑞拉的国土面积还没有中国的十分之一那么大 但是委内瑞拉的石油的储存量却是全世界最多的 他们就是在94年的时候 以色列的战争爆发之后 石油大涨价 然后委内瑞拉人民过上了好日子 因为石油给他们带来的收入就好像流水一样 就好像他们自己国家的油一样 源源不断大量的用来了那些钱 就是在那时候 他们委内瑞拉变成了一个公油制的国家 然后呢 他们国家就是一切都是分配的 国家什么都给你包了 物价相当的低廉 收贿福利 享受都享受不完 但是自从2000年以后 他们的生活就有了逆转 就是因为马杜拉的前任 查韦斯 查韦斯 他上任之后 委内瑞拉的人民的日子 一天比一天难过 一天比一天难过 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土面积 只是中国的十分之一不到 然后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储量的这么一个国家 他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比我们60年代前后的那个状况还要糟糕 没有天灾 只是人祸 人祸就是在委内瑞拉执政达14年之久的 马杜拉的前任 以及马杜拉 马杜拉现在他进入了他的第二个六年的任期 现在呢 反对派就想把他推下去 结束委内瑞拉这样的日子 有网友给我推荐的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竟然说 如果说成功的话 委内瑞拉人民就失去了他们的美好生活 委内瑞拉人根本就没有美好生活 他们的生活是miserable的 我昨天的视频里面已经说了 他的通货膨胀达到了196万这么多 他们的钱根本就不值钱了 他们没有东西可以买 他们的超市里面空空如也 他们的人民吃不上饭 就好像我们中国60年代一样 人们每天都有很多人饿死 他们找垃圾吃 他们不光缺少食品 他们还缺少药品 他们不光缺少食品药品 他们还缺少他们的住处 委内瑞拉因为他们实行公有制以后 他们的住房是分配的 但是这些年以来 他们的住房严重不足 他们想建房 但是没有钢铁 马杜拉只有发动群众大炼钢铁 我是没有赶上 但是我听说了 我们中国大炼钢铁的那个年代 他们就是要把 所有的里面含有钢 含有铁的东西都砸了 拿来炼钢铁 然后用来盖房子 这样很显然也是不够的 我昨天做了一个视频 有的人就跟我说 你真敢说呀 难道你不想在中国待了吗 为什么我说这些话 共产党要介意啊 我在说我们中国人民 现在的美好生活 是因为我们推翻了 以前的那个苦难的生活 因为我们结束了 那样的一段历史 因为我们结束了 我们才有了现在的美好生活 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多好啊 问题归问题 对吧 人们的生活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 天翻地覆的变化 谁又能否认呢 谁如果否认的话 真的不是眼瞎呀 是心瞎 中国当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但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 中国才有了现在美好的生活呀 这个能否认吗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因为结束了那段日子 才有了这四十年 我们是因为结束了那四十年 才有了这四十年 假如说我们以前没有那四十年 那我们的现在的生活不是更好吗 现在委内瑞拉 他们就处在我们以前的那四十年 或者说最糟糕的那四十年当中的 某一年最糟糕的时刻 就是委内瑞拉 我们为什么要支持 这一个独裁者马杜拉 他不仅仅是一个独裁者 他简直就是一个魔鬼 他治人民的死活与不顾 委内瑞拉这么好的条件 他能把这个国家搞成这样 而且他还想继续搞下去 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下台 这样的一个人给他拉下台都不足够 应该接受审判 应该让他为他所做的孽来负责 他就像伊拉克的萨达姆一样 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呢 那时候呢我在哈利·杰菲森工作 哈利·杰菲森的大老板是伊拉克人 然后他的那些高管都是伊拉克人 就是他自己的人 我当时就听伊拉克人说 伊拉克的政治状况必须改变 萨达姆必须下台 他就是一个魔鬼 如果这个魔鬼不下台的话 伊拉克永远都好不了 但是他们伊拉克人呢 他们就是有一点 他说我欢迎美国去解放我们伊拉克人民 但是我们不想让美国把我们的油拿走 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确是 他们的情报机构提供了不准确的情报 说伊拉克有核武器 但是呢搜了半天也没有 但是我认为 把萨达姆给他赶下台 这是很必要的 网友给我推荐的那个节目里面的主持人还说 这是伊拉克的内政 其他的国家不应该参与 可是呢那位主持人同时他又说 俄罗斯对马都拉的支持是应该的 委内瑞拉如果是马都拉的背后 没有俄罗斯的支持 没有中国的支持 他的内战打不起来 他的内战是打不起来的 如果全世界都支持瓜伊多的话 他的内战是打不起来的 但是委内瑞拉的问题不是他本身的问题 委内瑞拉的问题不是马都拉和瓜伊多之间的问题 而是这世界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战争 现在瓜伊多的背后有这些民主国家的支持 马都拉的背后也同样有一些国家的支持 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国 我这个视频呢当然说 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他是不可能看到的 对吧那是不可能的 我真希望能够跟他们面对面的探讨一下 为什么要支持那个魔鬼呢 想一想我们当年 如果不是苏联所谓老大哥的支持 我们能够经历那些苦难的日子吗 有的人说呢 伊拉克还有中国想当年 还有现在的委内瑞拉 他们之所以经历了这样的苦难 之所以他的经济发达不起来 就是因为美国的制裁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美国他制裁委内瑞拉 就是因为马都拉这个独裁者 在委内瑞拉 经济你即便是发展了 都被那些盗国贼装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 是到不了人民的手上的 而且呢这些独裁者 他有一个特别大的本事就是 他能够给人民洗脑 他把人民的生活搞得非常糟糕 他还能让人民热爱他 非常奇怪 我永远都不理解 我永远都不理解中国的那个年代 为什么人们那么的疯狂 我现在也不理解 委内瑞拉人民 为什么要把选票投给这样的一个魔鬼 当然呢反对派呢 就说他这个投票呢 有一定的问题 有假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因为在委内瑞拉 这个独裁者 他是一手折天的 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到 中国呢一直都坚持说 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什么叫不干涉内政啊 这样的一个内政 委内瑞拉当一个独裁者 他已经是牢牢的控制了这个国家之后 人民永远都没有翻身的那一天 反对的力量是很弱小的 尤其是如果他手里面掌握这个镇压的机器 有一点星星之火他就给灭掉 有一点星星之火都会灭掉的话 那这个国家人民永远没有机会 这个独裁者 他永远他能够控制这个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外来的力量能行吗 没有外来的正义的力量能行吗 没有外来力量来救这些人民能行吗 那些支持马杜拉的那些个国家 难道就不想一想吗 马杜拉的前任 14年把委内瑞拉搞成了那个样子 然后马杜拉上台以后 也已经六年了 不光委内瑞拉没有改善 他们的状况更加糟糕 而且变糟的速度很快 他那个通货膨胀 我昨天读了 今天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那个通货膨胀呢 2014年就是这个马杜拉 刚已接手的时候 那会儿通货膨胀率是69% 已经很高了 然后2015年就是181% 2016年就是800% 2017年4000% 2018年就变成了169万% 多么可怕 这是不是一个魔鬼 这样的魔鬼 如果委内瑞拉人民 没有能力 把他给拉下来的话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 外部的一个正义的力量 来帮帮他们呢 我觉得不干涉别国内政 这都是那些 不希望别人干涉自己的政客们 搞出来的借口 好像是说 我比较维护 你委内瑞拉的内政一样 实际上呢 是想用这个来换回 其他的国家 不干涉自己的内政 翻开历史看一看 在历史上 其实经常是 那些独裁者 经常是在受到了 国家以外的力量的压迫之下 才会做出来一些个 牺牲统治者的利益 而给予人民利益 换句话说呢 经常是 人民的利益 是国外的力量 外国的力量 帮助人民 从独裁者手里面得到的 经常是有这样的例子 太多了 好 今天的视频呢 想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